今天由清源好愛有四個話題 第一個就是習總音點一個新經濟沙皇 何立峰取代劉鶴做新經濟沙皇 但他這樣做就只是距離墳墓再近多步 恭喜他就跌落墳坑 第二個話題就是他老婆 曾經比他更威風的彭馬馬彭麗媛 借他拜祭李克強高調良上 人家說他更威風過六個常委 於是世必會成為江青2.0 即是習近平就是毛澤東2.0的老婆 江青2.0厲害了究竟搞什麼呢 文革內尿真的厲害了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s coming to town 第三個話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中共真的玩能源 為什麼呢 因為外商投資晶片 不知道投資整體都回落 但最近投資晶片跌到1% 曾經是差不多50% 只剩下1% 你說死不死啊 唉呀 唉呀 這件事真是很金的 小弟 就是在這裡 挑通眼眉 看到一些東西告訴大家 這個才是重要的 好 第四個話題就是這樣 香港就是中共啊 港共啊 那幫人仔呢 那幫衣冠琴呢 都在這裡說 黎智英這幾天都在說 黎智英會被送終啊 即幾乎沒有點名而已 有點名的就是劉紹佳的 就說黎智英會被送終啊 那只會令到習總呢 但是這樣做 只會令習總呢 被釘在一條 超級無敵特大條的 國際恥辱署上面 什麼意思呢 聽完就知道了 各位 好了 那 看一看大家啦 很希望大家呢 一路看YouTube的時候 一路都可以按這個 Super Thanks 那就可以幫到小弟的啦 那另外呢 就希望大家可以 一路 大家都可以 Google search這個 八面郵報 App Patreon 八面郵報 在那裏呢 做訂戶 那如果想直接分享 我的網址呢 都可以的 就是www.patreon.com slash post by me 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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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了 各色其色 好了 來啦 講這個新經濟沙皇 這個沙裡龍寵的沙皇 新經濟沙寵 差不多 什麼事呢 這個 中美元首高峰會前夕 就是說俗稱的 習拜會的前夕 習總為了充起自己 以臟行釋呢 終於下指陰點 在八十年代已經幫他拿公辭包的一條小子 一個傍友 何立峰 就出任 全新組建的 中共中央金融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還有這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書記 並且以這些身份 就出席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回議的 剛剛召開的 上個星期五 召開的 這樣 而何立峰呢 早前已經接替前副總理劉鶴 即是習總的中學同學 劉鶴借過很多屁股給習總抄的 考試的時候呢 被習總看他 出貓看他的試卷都沒有問題的 所以都比打Bang的 但已經沒有了 這次就接替劉鶴了 因為同學呢 有時候都是麻煩的 太智利以前的壞東西呢 有時候都是不用得來的 何況那個習總是自卑感這麼強 所以這麼自大呢 因為越自卑就越自大嘛 這個是法律來的 這個是規律來的 定律來的 總之何立峰早前呢 已經接替前副總理劉鶴呢 就出任這個 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了 那現在做了這個 新經濟沙皇啦 那就是說呢 這件不多色經濟 基本上都是沒有讀書的 後來呢 就什麼廈門大學 你不要說在西門大學 廈門大學那裏讀經濟學士 赤士 跟著做做下東西 才拿來個博士 就跟習總一樣啦 在清華大學拿博士 是假的嘛 人都知道啦 這些文憑工廠 給他而已 好了 總之他又不懂經濟 又不懂金融 甚至乎都不懂財政 他做 他和劉鶴不同 劉鶴很早已經去了法國位那裏做 他做法國位做幾年副仔而已 現在做副總理啦 做做經濟沙皇 總之他現在做國務院副總理啦 何立峰呢 在習總的加持底下 昂然 而且昂居然 成為中共的新經濟沙皇 而習總這個動作可以說再一次證明 習總他呀 不單止用人為親 甚至乎啊 簡直可以說是用人為近親 意思就是說呢 習總不單止不懂得用人 還專用一些呢 外表中心 內裡低能的靜西人 靜能人 情形呢 就好像近親繁殖那樣 結果呢 就很大可能呢 只會生個低B仔出來的而已 不過更加大鑊的是呢 更加大鑊的問題是呀 習總用人為近親之餘呢 盡盡一步削他們的權 他所謂用他都不是真的用他 削他們的權 好似說總理是李強的嘛 雖然幫習總玩鞋玩了十九幾年了 就是他大臂來的嘛 但是呢 習總呢都是不信他的 都是要找蔡奇啊 這個中辦啊 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呢 蔡奇呢 分他的權啦 跟著也都要找何立峰 再分李強的權啦 分到他現在呢 那些人說李克強是最弱勢總理 其實李強才是最弱勢總理 或者甚至他都不是總理 唉 陰功 來 現在啊何立峰 他表面上成為了新經濟沙皇 但是 查實何立峰的權力呢 還小過他上一手劉鶴的 唉 信你喔 真是不是信你的 只不過用你的廢柴 這樣就不會反到他而已 那不用說什麼 但是說這一次 何立峰第一次帶隊 飛去美國 去見財長耶倫 他所掛的銜頭呢 就是中美經貿 中方牽頭人 但就不是劉鶴的 那時候用的 中美全面經濟對話 中方牽頭人 那就是說 懂得看一看 那知道何立峰是不夠全面 是嗎 就是很簡單 就是一兩飯就算了 這樣喔 名字都沒有那麼厲害 是吧 還有啊 這個才是重要一點 劉鶴當年第一次帶隊去美國呢 還有另一個更大的銜頭 這次何立峰沒有的 那個銜頭就是 劉鶴當時是不是就是 習近平主席特使 習近平主席特使 就是帶著上方保劫 你現在沒有啊 什麼事都沒有啊 何立峰 那就是不信你了 簡單總結 就是說 習總用人為近親 但更不信任 如此大昏君 細步入山墳 都撐 就是這樣了 第二個話題 就是彭麗媛 他就敗祭 李克強 就高調亮相 是不是 勢必會成為 江青2.0呢 各位 最近這一頓奇聞 就是這個 就是說 在李克強 遺體告別式上面 習近平竟一反過往的 中共的規矩 竟然帶上第一夫人 彭麗媛一起亮相 不單止這樣啊 彭麗媛還更加是 排在李強等啊 其他六個政治局常委的前面 行先過另外六件的喔 嘩 得人驚啊 真是雪姑七友 七個小矮人啊 真是 有沒有搞錯 即他是雪姑另外 習近平加六個七友喔 那麼大 你知道啦 中共這些排名 必分先後 好講這些形式主義的嘛 形式主義大國來的嘛 那你這樣排法 當然有用心啦 有心意啦 那就是說 彭麗媛的地位 其實更高於其他六個常委 嘩 厲害了 唉 來了啊 江青來了 甚至是 呂侯來了 呂齒來了 唉 真是 那就隨即引發 好很多 聯想 好很多 傳策 甚至乎有人認為啊 彭麗媛呢 將會進入政治局成為江青2.0 唉 這個說法 雖然言之上早啊 老實說 那就是沒有很強烈的跡象的 但是 必須強調 我們絕對不可以排除這個可能性 一定不可以排除 怎麼這麼說呢 事關於當年毛澤東 沒有人可信 沒有人可用呢 就唯有用江青 接著用姚文元啊 張春橋啊 黃鴻文這群人 但是主要都是江青 啊 這樣 事關江青 話畢竟都是皇后啊 雖然第四個老婆禮經 他一定是不會反他 一定不會的 就算那時候強如武則天 都給回皇位 雖然建立了周朝 但是都會給回 後來給回皇位 唐朝那麥的 就是這樣解嘛 那此以太陸軍 那不用說了 是吧 那呂侯聯政呢 呂侯自己想建立自己江山 跟著都不行啊 那沒辦法啊 那就是 都是的 基本上都很難反的 事實上引用 還官 和外戚 可以說是中國歷代帝王呢 不信文武百官 以至搞不定 文武百官所取患的 那李強啊 蔡奇啊 何立峰這些呢 已經被人在政治上 閹了不少了 所以他們嚴格來說 都算是還姑來的 跟啊 習總跟了那麽多年 所以 但又不是真正的 幻官 所以不是很信得過 於是乎呢 不是很完全信得過 現在真的可以信一個 就是外戚 外戚就是彭麗媛那邊 是 所以一定要用了外戚 先啊 就是這麽簡單啊 是吧 所以啊 大家不妨留意著 彭麗媛有什麽搞作 如果彭麗媛竟然啊 真是在銀麗搞那裏搞三搞四 搞什麽 革命現代經劇也好 什麽都好啊 習總現在都清除文藝界的東西了 這樣呢 彭麗媛就做硬光清2.0了 大家密切留意著啊 好 第三個話題 就是中共真是玩能魚 為什麽呢 外商投資精品就跌到得分1% 1% 那最近關於 關於在中國大陸的外資 紛紛撤資這件事呢 陸續有不少的報道 那其中最受注目的新聞就是 中國官方的國際收支數據就顯示 中國首次出現歸道外商直接投資 即FDI的赤字 那即是說呢 這個具體情況是什麽呢 中國第三季 即是7月到9月 的直接投資負債呢 竟然是出現赤字 那赤字是118億美元 那雖然呢 這個數目不是大啊 就是 在中國GDP來說很細的 很細的 就算買在香港 118億美元都未夠 一千億港幣 是不是 就是八九百億 那八百多億港幣 都不算很大數目 但是指標作用就很肯大了 因為 這樣就意味著各位 那些外資已經看探中國市場 不過小弟就認為 對中共最最最最最致命的打擊呢 都重重重重重是呢 那些外資投資晶片 投資半導體晶片這一範呢 出現了斷崖式崩盤 那各位 話說這個美國研究公司Rodium Group 的數據就顯示 在半導體晶片領域的外國投資呢 以地區來看啊 中國所佔的比率呢 已經由2018年 的48個巴仙 差不多一半啊 那些投資 一半是放在中國的 萎縮到2022年剩下1個巴仙 這些外資啊 外國投資 以前有一百元呢 有一百億 一百億呢 一百億呢 就放了四十八億在中國大陸的 現在是放了一億在中國大陸的 懂不懂 要用一百元 就容易覺得這樣大鑊 以前一百元呢 有四十八元是放在中國大陸的 現在只有一元放在中國大陸 跌跌了啦 是不是 似有藥無啦 就是說什麼 由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佬由以前吃魚翅 現在變成吃粉絲 大陸 真是陰公豬了 相反 美國所佔的比率呢 就由 2018年的零 上升到 加下的 三十七個巴仙 真是搞定啦 台積電都去了啦 三星都去了啦 不要說那麼多啦 是不是 而印度 新加坡 和馬來西亞 加起來的比率呢 就由 2018年的十個巴仙 就升到 加下的 三十八個巴仙 好厲害啦 由此可見 美國的小院高牆 已經建好了 也就是說 美國策動的高科技脫勾 它不是全面脫勾 其他是去風險的 但是高科技 要小院高牆 要全面脫勾 已經 好厲害 成功爭取 勝利完成 所以呢 大家就見到 美國總統拜登 鷹鷹嘴嘴 尤其是美國裁長耶倫 鷹鷹嘴嘴 甚至美國商務部長 雷蒙多 鷹鷹嘴嘴 他們都很樂意 和中共呢 真是真的 開始可以坐下 喝杯茶吃個包 慢慢談咯 搞定了這一飯 就不用怕你啦 又拋離你 起碼十年以上啦 是不是 喂 問你服味啊 真是 玩東西 玩東西 你幫大陸佬 一腳牛屎 但是那件西裝是吵吵吵的 雖然是名牌 唉 都浪費氣啦 是不是 出去還在那邊撩鼻屎的 央視主播都被人拍到撩鼻屎 央視女主播 男主播撩鼻屎 女主播 講話 甩牙都有的 你說死不死啊 央視啦 好了 第四個話題 就是 中共港共 說黎智英會 被送中 這樣做 其實只會令到習總 被釘 國際恥辱處 最近呢 這幾天 各位 最近這幾天 中共和港共政權呢 的角色衣冠琴呢 都好像 鵝狗搶 騎 那樣 撲了出來 控回美國老 轉頭 說什麼呢 如果美國國會 真是通過那條制裁 律政司長 林定國啊 中院 首席法官 張舉能啊 等等 49個司法界人員的香港制裁法案的話呢 如果真是 美國國會真是通過這個 Hong Kong Sanction Act 香港制裁法的話呢 這樣了喔 特區政府呢 就有可能會 啟動這個 香港國安法第55條 將相關的國安法案件 交由內地審訊 嘩 言下之就是說 黎智英將會被送中啦 問你怕沒有 不怕咯 問題是 無論是對美國來說 還是對黎智英來說 中共和港共的恐嚇呢 根本是無能用的 反而 中共隨時都會 因為敢而自取其辱 以此令到習總被釘在一條特大條的 國際恥辱署上面 首先對於美國一眾政客來說 各位客人 黎智英 是不是被送中呢 並不是他們最主要的考慮 事關 很多往例都告訴他們 黎智英這類異見人士 可不可以獲得釋放 情形就好像當年的魏經生 和王丹一樣 關鍵 最終都是要看有什麼交換 這種是政治人次來的 政治人次要交換人次 就是這樣 中共的慣忌 簡單來說 即是說 當年就用新辦奧運 來交換魏經生 就是用加入世貿 來交換王丹 你只用最近 用澳洲總理破冰訪華 來交換華裔澳洲籍記者 成雷等等等等都是 是不是 就算孟晚舟也是 之前 而對黎智英本人來說 由於他有很堅定的使命感 不過孟晚舟就不是很適合 孟晚舟在中共那邊 其實抓了兩個加拿大人 就是那件事來換的 這樣就比較適合 比例比較適合 好了 說回這個 而對黎智英本人來說 由於他有很堅定的使命感 和有很虔誠的宗教信仰 再加上 所以黎智英 他到12月都快要76歲了 下個月初是76歲 相信黎智英已經預算了最壞的打算了 76歲了 更加可以說預算了 是 講文天長的金句 人生自古誰無事 留取單心照看清 就是這樣了 所以 黎智英本人肯定也不會因為要被送中而被嚇到的 至於說習總反而會被釘在那條特大條的國際恥辱署上面 意思是指 若然黎智英真是被送中的話 即是在大陸受審的話 一來這樣做 就立刻會摧毀香港最後一條支柱就是普通法 即是你具體都是法治 但你如果這樣 即是你沒有普通法的 原來這樣是可以被送中的 你喜歡是被送中的 是吧 同時是斷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的 因為呢 現在三大金融中心 四大金融中心 現在新加坡取代了香港 新加坡也好 三大金融中心是紐倫港 紐約倫敦香港 你加上新加坡 怎樣說都好 所有金融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 都是行普通法 而不是行大陸法 你不行普通法 你死定了 所以為什麼習近平都要說香港是殺人普通法呢 其實不是的 如果你這樣就不用玩了 如果你真的這樣就玩完了 美國佬呢 或者拜登都不知道多想你這樣做 高興 總之呢 這個是第一點 二來呢 第二點是什麼呢 二來這樣做呢 就很大可能會令到黎智英 就計劉曉波之後呢 就獲得這個諾貝爾和平獎 黎智英這幾年 幾年幾乎都獲得提名的了 你可以看到 你試試搞啊 接下來就搞的了 是不是 啊 到時了 習總可以說 又沒有money 又沒有face 只是有一條 全球百九幾個國家 夾粉送給他的 天賜第一號 最大支 國際似玉柱 啊 就釘上去吧 好吧 唉 真的 除了講恭喜都不知道講什麼 好了 恭喜恭喜 好啦 今集就講到這裡先了 總之很多謝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啊 那很希望大家呢 可以Google search這個 八五二郵報 atpatreon 八五二郵報 atpatreon 做訂戶 或者續訂回來啊 總之很多謝很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只要你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六吟 去繼續堅持的 好多謝 好多謝大家 多謝了 拜拜 拜拜